中二民国行政院长江仪化结束了出访友邦萨瓦多共和国 美新时间一号星期天的深夜抵达洛杉矶 预计停留两个晚上 这是南加州侨胞在今年一月底迎接马英九总统过季洛杉矶之后 又迎来一位新的宾客 侨胞们的反应是超嗨的 一晚上6月2号7点 我们7点在那个Universal Hilton一个侨宴 欢迎我们的所有的侨胞这样子 还有一些主流的 当天是端午节 所以我们整个的场地布置会有一些 就是很温暖的端午节的气氛的 根据了解江仪化过境洛杉矶期间形成满档 2号星期二上午将会参访雷根图书馆 中午将与美方以及政要人士商界人士来会参 下午将要拜会学界 晚上则出席盛大的侨宴与洛杉矶的侨胞们来会面 3号星期二的上午 还要造访住民的盖地博物馆 预计下午要抵机回台